早晨,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日 救命是10月初一 很快就有1個月了 今天我們出來新馬路中區法下 在出來的期間坐巴士都幾迫下 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五 很多國內的自由行都到了 可能是早上來晚上走那隻 很多人坐巴士 我們來到新馬路 趁今天這麼好天 先8下 喝咖啡的時間 跟咖啡友 8下 大家都說到 今天11月1日 國內的淘寶 又開始了 雙十一 每個人都說買什麼 每個人都說落單 比起早兩年 就雙息很多 現在應該剩下一點 但是很多澳門的朋友都 仍然落單買淘寶 澳門的零售業 原本只有半斤 現在只剩下四兩 慘淡經驗 我們看到新馬路也是 很多店鋪 仍然都是很蕭條 很安靜 雖然說 是多了一些自由行 但是很多自由行都不會光顧 除了吃 始終都要吃 有些吃得便宜一點 有一部分 可以吃貴一點的特色 今天試試看 彎線通車 11月1日 1點11分 可以由醫院站 北京協和醫院站 轉車去石牌灣 聽到消息 已經說 很多人去捧場 試試新屎坑 逼爆 兩分鐘就到了 一條直線 方便那邊的居民 如果在澳門住的朋友 都很少 沒有說進去那邊 逛逛 沒有什麼特色 留不到腳 超市是大間 不過澳門也有很多超市 除非 真的很便宜 方便那些 朋友出來 澳門 方便 很快出就到了 尤其是出關 去到 鯪仔的碼頭 再轉回 103 去澳門橋 就可以過關了 很快出 今天來新馬路 銅線堂 今天開始 圓門勸捐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幾大陣像 很多商家都會贊助 我們繼續走新馬路 看到的就是清平直街 始終這一段都是很靜的 仍然都是很多店鋪接近了 剛剛的手機又響 又有消息 政府公佈 上月的賭收有 207億 10月份 十月份 過年上升6.6 207億 成績不錯 黃金周 始終是比較旺 接著 11月 12月 也有實力 再接 再來 爐石堂口 我們繼續走新馬路 早前說 裝修 看到他開了一批 始終都是關門 感覺上 馬路上 有很多朋友 逛街 很多自由行 天氣不錯 有一點熱 但是有些秋風 很乾爽 涼涼涼 就算去到312度 也感覺上不太熱 不過 太陽很猛 我們繼續 周圍發行 留意看到 很多店鋪 仍然都是 拉了閘 兩邊兩邊都是 差不多1點了 很多學生哥都開始放學 吃下午 明天 星期六又放假 明天就是追思節 追思節就是鬼佬清明 政府又有補價 禮拜一 又休息了 就是連續三天 政府功 不錯 很多假期 對面 對面當然就是 多里戲院 近日看回很多 舊照片 和現在 真的 不太猜 走過路口 就是大街 當年 這裡有一間 當店叫做 長泰 看到了 招牌還有 不過現在 就轉了 轉了樣子 賣時裝 大街 裡面都是 很靜 對面 裏面的 鵝龍新街 一段時間 通關車 跟以前一樣 對面 對面 新中央 仍然都是 很多 拉座窄 可能 你曾經招到標 不太容易 招到標 不太容易招到標 名牌 仍然都是 從門深鎖 橫緩才是酒店 來到這個衛士巴士站 始終是人多些 這些報紙 當年幾十年 我們年輕人看到 這裡還可以買到英文報紙 寶石 寶石 在那邊就是寶石酒家 整間都拆了 重新再建 如果做飲食業 應該要穩陣一點 重新打個莊 像新中央一樣 只剩下一個殼 裡面已經改頭換臉 期待它開張 懷疑它的低高刺 還可以有麻雀灑落 烤焗菜 我們走上去 中心點 市政廳 對面都是很多 店鎖開門 現在還沒搞定 已經幾個月了 幾個月了 人多了 這個位置 有很多自由行 有很多寫著樓放工 我們走到對面,噴水池八百 昨晚是萬聖節,例如中區也有很多人出來扮鬼扮馬,穿得很恐怖 但很多朋友在上星期已經玩完了,昨晚是留給大人玩的,因為小朋友要上學 來到噴水池,蠻好天,藍天發雲 今天有很多老外,又有旅行團 我們繼續走到暴行街,聖堂那邊 太陽也挺猛的 這裏有很多直播 網紅,厚厚厚厚 放在陣上也挺好看的 這裏有很多空間 可能是小空還沒有更暴遠 可能是太陽,沒有太陽,人更多 那一小時的時間會更有明顯 好像更暴躍 這裏有更暴躍 太陽也是沒有太陽太令人 人池堂旁边的旁边有很多人打卡 有很多美人 明天,星期六可能会有更多人 这个时间也算是不错 有很多人买东西 化妆品,很多人帮忙 以前这个位置是中国文教 当年年轻人很喜欢去看东西 上面就是中华总商会 里面有车店 卖金笔的 集货店 这边有镜铺 这边有镜铺 卖粮食 最有名是上海里发室和新中行 我们看到玫瑰堂 这个地方很小 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这边是玫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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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玫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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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玫瑰堂 又浪费了几年黄金时间 这边是玫瑰堂 这里也开了很多新的店铺 尤其是那些旧店铺 翻身了之后 开始商户进去 开工 这间费水店 由早到晚都这么多人光顺 还有很多学生歌 光顺 有辣有辣 来看一下 以前有些面包店 饭馆 集货店 现在全部是零售店 化妆品店 这里是营地街市 上面是熟食中心 我们继续在街市旁边的小行 今天很多城衣店都开了 有些东西 都开了 有些东西 做叉鸡 例如 把啤酒做叉鸡 有些东西 不知不觉 结束了很多年 现在全部都没有卖成衣的 我们看看街市的地坛 应该以前是卖花的 现在都没有人卖花 很多都拉了一门 只剩几趟开 以前这些位置有很多档买花 尤其是我们年轻时 这段时间结婚也是来这里买花 多数都用鲜花 很老套 早早就订定了 我们走出去 营地大街 还有些旧色的酒店 很多年了 当年这里还有很多生草药 生草药 静静地 中午的时分 很多朋友都去尋试 今天来一个快闪 在附近转了一个圈 这里还有很多旧楼都被拆了 对面的竟然窄了 都整百年了 这些楼 进了去内街 还有些项目 应该在拆楼 应该在拆楼 翻身 这里也有一个景点 我们返回新马路 这里是新中央的后馆 这里是新中央的后馆 等着那些店 都是被开的 今天是胜利 不用排队 终于门口 不用点桶位 我们下集再见 点儿